週四 中共病毒在全球 至少造成210萬人確診 超過13萬人死亡 歐盟因疫情初期 未及時援助義大利向其道歉 歐洲包括義大利 德國 奧地利 西班牙 丹麥等國逐步放寬管制 但英 法 俄 澳大利亞 繼續實施嚴格封鎖 日本週四將緊急狀態擴大至全國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週四表示 中共病毒爆發初期 歐洲沒能及時提供援助 由衷地向義大利道歉 週四 義大利累計21,645人死於中共病毒 165,155人確診感染 歐洲最多 義大利部分地區已經重新開放書店和銅裝店 德國總理默克爾週三宣布 將逐步放寬限制措施 部分商家下週可恢復營業 5月4日起逐步重新開放學校 但仍禁止宗教活動等大型公眾聚會 直到8月31號 酒吧 咖啡館 餐廳 電影院 和音樂場所將維持關閉 德國累計127,584例確診 3,254人死亡 當局建議在商店和公交車上戴口罩 西班牙建築和製造工人開始復工 學校 公園仍然關閉 當局週四通報551人死亡 累計1萬9130人死亡 超過18萬2000人確診 西班牙衛生部表示 3月底疫情傳染曲線開始下降 但還沒控制住 法國週三通報超過1400人死亡 單日最多 當局決定再延長封鎖四周 直到5月11號 法國國防部週三表示 戴高樂航空母艦艦隊1767名官兵 已有668人確診 軍方正在調查 英國累計98476人確診 1萬2868人死亡 限制令再延長三週 皇家理工學院分析師警告 英國必須保持嚴格的社交距離 英國每日電訊報週三宣布 停止刊登中共以國家媒體名義 插入的付費廣告宣傳 中共利用疫情搞大外宣散播虛假消息 已經引起國際社會的警覺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週四宣布 全國緊急狀態 直到5月6號 安倍計畫向每位國民發放10萬日元援助金 新唐人記者李梅綜合報導